看,这头狮王的嘴里竟然叼着一只猎小狗,轻轻松松就偷走猎狗女王的好袋,咬死以后还把尸体留在原地,这下女王要气度写了,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,让狮王对猎狗儿子起了杀心。 众所周知,猎狗和秃鹫一样对腐肉爱的痴迷,狗肉也变得又酸又臭,还动不动就涛钢偷袭对手的下三路,作为草原上几千年的死对头,狮子一向看不上猎狗群。 一点不小心务实了,也会立马吐出来,生怕被同类嘲笑,可猎狗偏偏不自量力,天天就想着坐享其成。 就在一天前,猎狗小弟出门晃悠,意外发现几头母狮正拖着一头母鹿往前走,而且那头烫发的卷毛不在,猎狗小弟一看机会来了,扯开嗓子发出尖锐的吼声。 领地里正喂奶的猎狗女王,听到召唤立马挤起几十只猎狗小弟,朝目标浩浩荡荡一路狂奔。 猎老二出戏了,竟然把狮群打得疯狂逃命。 母狮正拖着猎物,打算回家饱餐一顿,突然被猎狗拦路抢劫。 看着猎狗女王一副,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嚣张模样,母狮彻底怒了,扔下猎物上去就开竿。 一场狮狗混战彻底爆发,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,母狮虽然不服输,但扛不住猎狗数量多。 三头母狮被死死缠住,再加上猎狗女王个头也不小,几个回合下来,母狮终于招架不住了。 扔下猎物掉头逃跑,从狮子嘴里抢来的就是香,几头猎狗家都顾不上回在原地吃的满嘴是血,但他们忘了那头眨毛的背后大佬可不是好人。 快看,狮王歪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闯进猎狗领地,一口下去当场报销了猎狗女王的宝贝儿子,临走还给摄影师留下一张帅气的合影。 猎狗女王这次彻底失算了,前脚刚吃得五宝六撑,后脚就抱着尸体,悔不当初。 昨天为了填饱肚子,带着几十只小弟,把母狮拦住一顿暴打的,仗着狗多一多欺少,抢走母狮辛辛苦苦捕来的猎物,把几头母狮咬得浑身是血。 饭是吃饱了,但和狮群结下了粮,好歹是草原上公认的霸王,母狮虽然好欺负,但背后撑腰的大佬可不是擅长。 按规矩为了防止狮王复仇,猎狗都要暂时搬家避避风头,可这次大战的胜利让猎狗女王彻底挑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打猎,留了两只不中用的小弟看家,刚出生的大儿子也被扔下。 猎狗女王做梦也想不到会因为贪吃断送亲儿子的小命。 狮王寻山回来,刚进家门看见自己的爱妻小妾,垂头丧气,凑近一看身上到处是牙印,有的屁股被咬烂疼得呲牙咧嘴。 听说到嘴的猎物被土匪抢走,狮王当场暴怒。 正是气血方刚的年纪,一路狂奔直接冲到猎狗老巢,杀气腾腾的样子,连路过的野猪看了都下的颤抖。 眼看对手上门寻仇,两只看门狗打着呼噜睡的正香。 狮王意外听到一声微弱的吼叫,他屏住呼吸,朝洞里一看,猎小狗正一脸呆萌地望着眼前的庞然大物。 俗话说母寨子长,狮王把小猎狗偷偷叼走,安在地上使劲摩擦,咬在嘴里肆意玩弄,突然一下发了狠猎小狗彻底沦为玩具,被当场报废。 猎狗女王彻底崩溃了,一回家就看见好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,四肢僵硬头上苍蝇到处飞。 看着走之前还活蹦乱跳的大儿子,女王不敢地相信眼前的一切,他不停地舔视着幼崽想让他醒过来,但是以至此只能接受这个悲伤的事实。 他知道一定是狮群干的,要是野狼和豹子肯定会把猎狗生吞活泼,不可能光是咬死就善罢甘休, 也就狮王能干出这种杀狗诛心的事。 好袋刚刚睁眼没几天就一命呜呼,被狮王报销后随便甩在地上,浑身试伤一看临死前就惨遭折磨,想到这儿猎狗女王气的牙根都痒痒。 这可是自己的第一胎,猎狗伤心极了呆呆地愣在原地,小弟都围了上来,七嘴八舌要给小猎狗报仇。 猎狗女王虽然气愤但他明白,以狮王的战斗力就是清朝出动都很难打败, 必须从长记忆。 一转头突然看着两只看门狗气不打一出来,走之前还命令两条狗一定要好好看家, 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大儿子就横尸野外,被发现的时候两只猎狗还在呼呼大睡。 女王越想越气,朝看门狗扑过去一口就咬断脖子,当场报废。 随后把两颗狗头放在小猎狗身边陪葬,把身体扔给猎狗小弟,让他们大饱口福。 猎狗女王不愧是老大,只因嘴馋让儿子被锅,可太不值了。